下周八家公司IPO大考 磷酸铁理三当家冲刺科创版 五方斋拟登陆上交所 在沉寂一周之后 2022年的第二周 科创版和创业版的审议工作再度启动 再加上主板 下周共有八家公司筹备上会 其中就包括了市场所熟知的五方斋 创业版 三问家居撤回 创业版上市委2022年第一次审议会议 终于出炉 上市委决定在1月14日 对深圳市菲林科斯 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维海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盘股智能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这三家公司的首发进行审议 其中的菲林科斯预计融资金额5.04亿元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网络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以ODM OEM模式与网络设备品牌商进行合作 为其提供交换机、路由器及无线产品 通信设备组件等产品的研发和制造服务 目前菲林科斯已成为新华三 S客户、小米、神舟数码 浪潮斯科D-Link 麦土技术等国内外知名网络设备 品牌商的ODM OEM 长期合作伙伴 维海德的预计融资金额为4.91亿元 公司主要从事高清及超高清视频会议摄像机、视频会议终端、会议麦克风等音视频通讯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 主要为品牌厂商、系统集成商、经销商及最终用户提供音视频通讯设备 盘古智能则是一家主要从事集中润滑系统及其核心部件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深耕集中润滑系统领域多年 盘古智能占国内风机集中润滑系统 市场份额40%以上 盘古智能的预计融资金额为7.5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 上周时间里 还有两家公司选择了撤回首发申请 分别是珠海天微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和三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这三问家居是专门为全球中大型零售商和中高端品牌商 提供特色家用纺织品、家居服饰和特色面料产品 具体包括客厅场景的靠垫、毯子、皮静 卧室场景的床品、浴袍、睡衣 以及家居休闲服、运动休闲服、配饰等 据说明书 三问家居客户遍及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南非、日本、韩国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We Target、Metala N、Nordstrom、Blairfoot Dreams、Bara Bradley等全球超过190家中大型零售商 和中高端品牌商客户提供相关产品 来源 说明书、科创版 磷酸铁里出货量三当家排队和创业版一样 下周里科创版上市委同样安排了三家公司上会 其中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在1月11日登场 深圳市中科兰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龙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则在1月13日亮相 宣泰医药的融资金额为6亿元 该公司主要从事仿制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以及CIO服务 在仿制药领域 公司已经获得盐酸安非他同缓氏片 盐酸普罗帕同缓氏胶囊 薄沙康座长绒片 盐酸帕博西汀 长绒缓氏片等四项仿制药的 Undal药品批件 其中 薄沙康座长绒片系FDA批准的首访药 并同时获得了NMPA的药品批件 系国内首访 盐酸安非他同缓氏片 也同时获得了NMPA的药品批件 公司还通过合作开发的方式 参与完成了马西藤坦片 碳酸斯维拉姆片 艾斯奥美拉座长绒胶囊等 三项仿制药的研发 并Undal获批 此外 合作研发的盐酸二甲双刮缓氏片 富马酸奎硫瓶缓氏片在中美获批 截至报告期末 批件已转让 而在正在申报的项目中 公司自主研发的仿制药已完成Undal申报三项 完成NMPA申报七项 合作研发的仿制药完成Undal申报两项 完成NMPA申报三项 另外 公司还有多个改良型新药项目正在研发中 其中一项已获得NMPA的临床批件 至于CIO服务 系通过合同形式 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 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提供 的专业化服务 宣泰医药客户涵盖割理制药 亚盛医药 在鼎医药 爱丽丝 陈欣药业等多家上市公司 以及辉瑞浦强 海河药物 一方生物等国内外知名药企 撤回方面 1月4日 上交所披露广东中途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撤回首发申请的消息 该公司的保健人为申万红元证券 受理方面 科创版本周新增了一家化学公司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主要从事里电池正级材料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涵盖磷酸铁锂正级材料及前驱体 猛酸锂正级材料等 该公司已成为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中行锂电 易维锂能 万象123 干风锂电等众多知名锂电池企业的供应商 根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的数据 湖北万润2020年在国内磷酸铁锂 正级材料的市场占有率为13.5% 磷酸铁锂出货量排名第三 主板 博龙技术被否来源 官网本周唯一的一家上汇公司薄龙装备 在冲锋主板的过程中 却遭遇淘汰 1月6日的审核结果显示 该公司首发位获得通过 下周里 证监会第18届发审委 将在1月13日审议浙江五方斋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红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 这五方斋市场都不陌生 该公司主要从事 以糯米食品为主导的食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 产品已形成以粽子为主导 集月饼 汤圆 糕点 蛋制品 其他米制品等食品为一体的产品群 拥有嘉兴 成都两大生产基地 并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商贸 连锁门店 电商的全渠道营销网络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直营 合作经营 加盟 经销等方式 共建立了497家门店